大家好,我是凯文,我是凯文,我是凯文 我是凯文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去温州过年 然后在温州过年期间 一个视频都没有拍 因为真的发生多的事情 什么都没有拍了 但是... 好像仔细想一想 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什么视频都没拍 所以我们回到上海 现在我们开始新... 新开始! 新年! 新年! 所以我们在想 你怎么样一个新开始 开始这个新的一年呢 最好的想法是... 新年结束 做这个视频 首先是要做一个视频出来嘛 因为好久没做视频了 第二就是 给自己一个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说它 然后我们放在一个视频里 那我们必须要保持这个视频 对 这视频非常有意义 所以大家要看完 然后我说... 我们怎么开始呢? 我先去吧! 你先去吧! 我们每周三次做三次 每周 每周 三次做三次都是我们很多 那就是我们健康的 这是我们两个人 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做的 因为你真的需要瘦的力量 我们在说什么? Sinzy在说的体育 先来说这个 OK 我之前说什么 这个视频非常... ... ... 所以你觉得有一些... 有一些非常... 你知道 奇奇怪怪的新年愿望出来啊 反正... 别执行我们 所以那我就要说我的第一个 注意形象 健身你提到过的 确实有一点点... 确实很胖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外表的人 但是我过去这一年 你知道吗 就感觉... 哎呀... 反正我还是真的很帅的 我就算了 像我这种颜值的人 基本上要配上六块腹肌那种 才能比... 才能配得上我的颜值 所以我这个要注意一下 发型 我想要尝尝这些不同的那个...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穿着 我是一个特别挑...挑衣服的人 我基本上去买 你都知道了 我基本上什么都买不到 我有懒 所以我就什么都不买 其实... 我有一种同样的 你有一种同样的吗 对 我想要改善我的衣服 嗯 因为我只是说 我没有时间去穿着 谁要穿着穿着呢 Sid不在乎 你也在乎吗 是的 我也在乎 我也在乎你也在乎 我们两个都是Sid 新年愿望的解释 对 这种感觉很远 他现在给大家发用我 那一是不在乎的 所以是我的轮子吗 我还没继续了 我还要改善我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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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同样的衣服 你不可以做这个视频更好 OK 那是结束 OK 我的轮 我选一种做这个视频更好 我们需要更多 去三个国家 我们从来到五个国家 去五个国家 在中国 你不是之前 我喜欢这一种 怎么办 我们去一个不同的国家 在哪里 在哪里 在下几天 在下几天 OK OK 是 所以我们要去哪里呢 可比Hawaii 可比任何东西 我们现在还不是去不定 所以我们会把那个信息放到那个视频的结尾 好 你不太感激 为什么你不太感激 你不太感激 你不太感激 我非常感激 我非常感激 啊 啊 啊 你不太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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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正在读书 对 我正在读书 他最近在读一本书 那个书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样去取舍一些东西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 那东西能不能给你带来快乐 如果他不能带来快乐 可以适当地舍弃这些东西 因为你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会想说 诶 哪一天我可能会用到这个东西 诶 这件衣服我外面不穿 我可能会在家里穿 那种东西你就直接扔了就好了 大家要懂得的取舍 我喜欢你能够解释 这本书就是我告诉你 这是很难解释 好 17年 提到一个最很多词 就是不忘初心 但是我就有时候在想 初心是什么 就每个时期我们拍视频的目的都不一样 我之前拍视频的目的肯定 都非常非常复杂 我现在反而我拍视频的目的比较简单 就是给自己带来快乐 给别人带来快乐 我每次只要看别人评论 比如说一天都很不开心 发生这什么事 但是今天看到你的视频 这5分钟我是开心的 这是让我最开心的评论 短视频这个东西在国内真的还蛮新的一个 算一个蛮新的一个行业 很多人会想着说 诶 你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意义在哪里 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多目的 没有什么的意义 短视频不就是跟你看个电视 就是...就是...是娱乐嘛 它只是娱乐的部分 为什么每个视频都要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我觉得它意义就是让别人开心嘛 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就会拍一些很无聊 很没有意义的视频 我们也是要拍我们觉得自己... 对自己有意义的视频嘛 诶 我也不知道 诶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才认识到 我是真的喜欢做短视频这个东西 很多人看着说 诶 你做短视频你们想要做什么 诶 你们想要去上电视啊 诶 还是什么呢 那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不觉得拍短视频... 拍到后面就是要上电视啊 我不觉得短视频的上面就是电视啊 我觉得这两个是平等的不同东西嘛 诶 我觉得这两个是平等的不同东西嘛 所以我的解决是就是... 喜欢做影片 好 我说太多了 那是真的太长了 拍一次每天 我必须去外出做自己的事 我非常靠着你 因为我们到这里来到这里 对 比如说 你可以外出吃饭 像我一直在新亚里做的 对 这就是我去外出吃饭 可以去外出吃饭 咖啡和咖啡和咖啡 有什么比较好 除了短视频之外 做一些更多的事情 就是我们每个阶段都有一些... 除了做视频有一些... 我们自己的那种项目嘛 前段时间做了一期英语课嘛 真的蛮有意思的 找到我们很多快乐 就是很多... 很多兴奋的点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说我们... 我们变啊 从开了世界卖课那一天 他就取关我们了 你觉得这个事情 对你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那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用心了 然后第二期英语课 我们肯定会花更多的精力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确实是能赚到钱 但是我们确实是有在努力 我们做了很多计划嘛 我真的觉得... 觉得如按我们这些计划走的话 我们真的觉得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我承认我们真的很幸运嘛 但我们也想在有这个幸运的同时 把别人可能做不了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 因为我们的幸运把它做出来 你知道吗 让别人觉得有意义 听起来可能对有些人觉得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视频里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 我就这么想的 OK 对吧 开始中国教育 所以我可以更快学习 因为现在我就在学习中国 但是真的有时候时间上的空间上的限制 真的... 会... 让这个过程比较慢 所以他想要加速这个过程 所以我只想要... 你知道... 得到 读更多的书 听更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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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更多的电视剧 17年的时候我真的... 真的有点就是太忙了 忙到... 忘了很多东西 我以前真是... 我是要听... 听歌才能睡觉 听那个... 重金属才能睡觉的人 我居然好久没听歌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难接受 我真的... I've got more friends like you What do I do Is there no stagnant anymore What it takes 不能一边听歌一边剪视频 然后你大多时间又在剪视频 所以你就是... 弄得那么的习惯 你就不怎么听歌了 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给我带快乐的 但是我就是... 我过去有一段时间... 遗忘了这些快乐 然后看书的话就自我提高嘛 我的目标不高 我18年... 读... 三本书 哼哼 就是三本书 我们真的还写得蛮多的 然后后来我们想想说 那么多其实有点难 或你会忘记这样 那么干脆就少一点 希望这个影片是有意思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希望大家把你的新的愿望留在下面 我们真的想看到 它是很启动的 好 谢谢你们各位观看 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 我们想知道你的纽约的预计 我们想知道 这个很棒 我知道了 我只是重复了